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膝关节烧躯、髋关节前纵、体肿、脚尖下趾 在着地前用脚背正面部位触球后中部将球推送前进 由于脚背正面运球时身体呈正常跑动姿势 故可以发挥出较快的速度 因而这种技术多用在运球前方一定距离内 无对手阻拦时 下面我们学习脚背正面带球 首先我们建立一下脚背正面带球的概念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再用左脚再看一下 大家盯着我的接触球那一瞬间 看一下脚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脚背正面带球的一个动作 那他们在足球比赛当中它有什么作用 一般情况下是当你的前方有空档或者你的空档是非常大的情况下 你向前摊球用的是脚背正面来带球 所谓的脚背正面大家再看一下 是用脚背正面这个部位来推球 叫脚背正面带球 那么它的要领分成这几个部分 第一 准备知识 准备知识 身体的重心要下降 下降包括身体 区块要弯曲 其次 膝关节要弯曲 人体的重心要向前 这是一个基本知识 第二 支撑脚的站位 支撑脚要踏在球的侧后方 保持人体的推球一瞬间身体的一个平衡 要支撑人的重心 这是第二 第三 推球的时候有一个白腿 白腿是要脚尖提起来 脚尖提起来 脚根提起 脚尖自然垂地 然后平行于地面向前摆 这是第三 第四 接触球的用力是推波 推波 推用什么部位 脚背的正面 推波球的后中部 最后一个就是身体的自然的跟进 再看我做一遍 左脚再做一遍 这就是脚背正面运球的一个完整的技术动作 注意点 我再总结一下 它分成这几个部位 第一 身体的准备姿势 第二 支撑脚站位 第三 向前摆腿 第四 接触球的推波球 第五 跟随下一个动作 下面我们练习脚背正面运球 第一步 还是模仿 首先 脚背的脚型 大家跟着我做 来 支撑站稳 重心降下 脚跟提起 脚尖 稍离地面 这是我们接触球的一瞬间 脚型的一个动作 重心在左脚上 然后 体会向前推球 走一步 好 推回去 来 左脚 重心下降 重心前移 踢脚跟 向前推球 很好 来 我们右脚 再来做一次 踢起来 推球 很好 左脚 踢起 推球 很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右脚连续做两步 两次 跟着看着我 抬起来 推球 跑几步 推球 好 来 右脚 预备 开始 推 好 再来 推 很好 好 推回去 来 左脚 推两次 开始 推 对 很好 推回去 大家坐的时候 注意点 脚尖是垂直向下 向前坐 下面 来 我们体会一下 接触球 球 支撑脚站在球的侧面 脚背 立起来 然后体会推球 来 向前 向前推 好 推回去 左脚 立起来 向前推 很好 好 大家 右脚 推一次 然后换到左脚 再推一次 来体会一下 来 开始 推 推 很好 推 很好 回去 下面 大家 右脚 推两次 左脚 推两次 来 开始 推 换左脚 很好 好 推回去 下面 下面要求大家 把动作要做快 单脚推 连续的 推 推 推 把这个速度稍微加快一点 坐到我这个位置 开始 坐回来 很好 好 就在原地 就在原地 左脚 坐回来 来 开始 把速度做快一点 对 很好 下面 把距离拉大 把速度 加快 推球 距离要远一点 推球 推个两三米 把速度加快 一次 把这个推球的分量 要加大一点 推个两三米 然后再推一次 来 预备 开始 推远一点 对 很好 好 左脚 一样的 推大一点 推个两三米 再推一次 来 开始 推远一点 很好 下面 最后一个 大家 能够一次 推到我这 推到我这 把速度 能够加起来 也就是说 你在中间 推一次 两次都可以 但是两次 必须要推到我这来 以最快的速度 推 来 我们体会一下 开始 最快速度 很好 好 准备 速度加快 最快的速度 看能不能带过去 来 开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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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练习了 脚背正面运球 有几个典型的错误 我们要指出来 予以纠正 第一个错误 我选一个示范 来 第二位同学 请出来 来 你到中间 大家看一下 注意 重点要看它 踢球这一瞬间 重点看一下 它的问题在哪里 开始 好 OK 来 带回去 等一会儿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来 看一下 很好 行 这位同学过来 那我问一下 它的问题 主要在哪里 很好 它的问题是在脚尖触球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脚背正面触球 它是脚尖触球 那么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腿太直了 重心没有降下去 脚跟没有提起来 所以 接触球的时候 脚尖 应该是脚背 因为重心太高 它不好踢 看 这怎么踢啊 对不对 所以要把重心要降下来 你才好往前推球 很好 你回去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错误 是脚尖的 在处底球 原因 重心没有降下去 好 我们再做一个 刚才是谁啊 好 这位同学 来 你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 回来 再做一次 做回去 好 谁能告诉我 什么原因 不柔和 脚背正面带球是 推 拨 推 拨 用力是柔和的 它的用力 是击球 这种带球方法 是长距离 推远球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方法 正常的代表是 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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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问题 主要叫在用力的方法 不柔和 不柔和 所以你在推球的时候 一定要柔和地推 柔和地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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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